新界有自然風光、特色處處 既保留了鄉村風俗 也建有現代花城鎮和鐵路 更有廣闊空間,讓人舒展身心 是一家大小享天淪落的好地方 適心安排的話 一日時間就足夠體驗一次寫意文化之旅 在城門河畔 有一堂宏偉又有特色的 中式四合院建築 它就是香港文化博物館 是一間探討本地多元文化的 綜合性博物館 核心內容包括設計、流行文化、攝影 及秘密文化遺產等 亦扮演著連繫香港市民 與世界各地文化的橋樑角色 不時舉辦的專題展覽 題材多元化 展示出香港豐富的生活和創意文化 博物館亦從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館 和機構借來珍貴藏品 有些更掀起城中熱華 最新的李小龍展覽 就得到李小龍基金會全力協助 展出多達六百多件李小龍的文物 結合從舊的電影場景 三圍頭影 錄像和解說 讓觀眾全面感受李小龍的武術 思想和魅力 展期長達五年至2018年 在常設展廳 你可以透過重舊的大氣盆 電腦影音媒體 明靈的器服及表演用品 細微粵劇藝術的歷史和特色 或者仿如穿越時光隧道 發掘史前化石和陶器 還有歷史文件以及文章 歲月十圍 讓你瞬間穿越新界過去六千年的變遷 再去欣賞珍貴的中國文物及藝術品 例如歷代陶瓷、陶酥、青銅器 西藏唐卡等文物 讓你陶醉在雅治的古典文化之中 兒童探資館是為小朋友而設 可以透過遊戲啟迪智慧 既可以認識大自然及考古 又能夠體驗昔日香港生活 還有懷舊玩具玩 除此之外 博物館也經常舉辦不同類型講座 工作坊同度上節目 怎樣去? 搭港鐵馬鞍山線去到車工廟站 在A出口依指示步行約五分鐘就到 也可以用東鐵線、巴士 或者專線小巴去到沙田站下車 經過新城市廣場 行十至十五分鐘都一樣輕鬆去到 也有多條巴士線直搭博物館 附近一帶 還有幾個發掘文化的有趣地方 例如一到農曆年就人頭湧湧的車工廟 相傳車工保護過送帝丙 又鎮壓瘟疫、深入民心 也有說居民修建這間廟 是為了黃丁黃財 來到大埔郊白露湖 是著名的雀鳥漆色地 亦有餐廳和活動中心 是不錯的中途站 或者沿著吐露港踩單車的話 會途經科學園 景觀宜人、建築獨特 不僅是創新科技公司的集中地 亦有互動展館探索科學 最後我們來到大埔區 這幢金字頂形的中式傳統建築 其實是昔日九廣鐵路 以蒸氣及柴油火車運行的時代印記 既是法定古蹟 亦是一座博物館 館內保留了去日車站的裝潢 可以一窺站掌室的設計 還有舊式訊號系統 鐵道迷亦可以重溫 香港鐵路運輸的百年演化史 從排出濃煙的蒸氣火車頭 去到電氣化時代 還有路線的發展 都可以認識到 最後你亦可以登上歷史車卡 感受鐵道情懷 還可以在柴油電動機車 和窄軌蒸氣火車頭前留影 這次推介的新界寫意文化油 無論是建築、展品或文物古蹟 都是香港中西融合的獨特產物 既讓人深度了解本土文化 亦是假日消閒、尋根探秘的好去處 想計劃行程 不妨到museums.gov.hk 或者登入VisitHK Museums Facebook專頁看看 與視訊要求您的 hose帶 既然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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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意外地